中年富色又水電工 反告性侵 本土A片台灣水電工的劇群 在現實身分中也要火辣辣上演 金融一名42歲零姓水電工 今年8月登門幫一名中年富人 鑑定便賣電器的價格 近一時色慾薰薪 事後遭富人提告信心 差點吃上官司 水電工道案反駁 是富人同意女他上床 電視只值一千 多給一千就可以跟你做 他玩事後想搬走電視 但富人不認帳 他心有不甘 二十分鐘後回頭找富人理論 富人這次說要賣盡水器 四千五 富人又再色誘他 玩事後還開口加價 水電工不理會走人 富人事後向三嫂哭訴 被水電工性侵 富人三嫂找來水電工對職 我給錢 你沒有給錢 我有給錢啦 你沒給啦 兩人真實不休 鬧上警局 基隆地檢署認定兩人的真實點是 水電工有沒給錢 因此相信富人是在同一情況下黑熟 對水電工給予不起訴署罰 傳大清白 自動新聞 激動報導 自動新聞 激動報導 查到 我們不斷 我們可以 賺到 你沒有給錢